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在11月份登场 美国现任总统川普早就进入了选举模式 造势也是相当的积极 但是现在有福斯记者都透露了 如果川普的民调一直没有上来的话 他可能会退出选举 但是令人更担忧的就是 共和党一直没有人出来跟川普来竞争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在11月登场 而现任总统川普对于造势可是相当积极 首场造势他特别选在奥克拉荷马州的 第二大城杜尔沙士 因为上次选举川普在这里获得压倒性胜利 川普积极造势但现在却有福斯记者 同时也是专栏作家的加斯帕里诺 在推特发文爆料指出 有共和党人士透露如果川普的民调数字没有反弹 那么川普很有可能会退出竞选 还有人提到川普目前的精神状态相当脆弱 但川普的身体状况似乎令人堪忧 川普13日为西电军校毕业生致辞 演讲途中想要喝水却无法顺利让杯援救口 此外演讲完要布下讲台时 也被拍到整个人走路姿势非常不协调 还走得不太稳 让网友怀疑高龄已经74岁的川普 健康是不是出了问题 因为一开始就没人敢和川普挑战 所以如果川普真的退选 共和党在面对总统候选人宝座上 恐怕将导致共和党缺席总统的大位争夺 反观民主党在拜登正式出现前 包括桑德斯 彭波等人 在辩论会上对于候选人的位置 可说是竞争激烈 另外与高调川普形成强烈对比的是 拜登宣布疫情期间 将不会进行造势 选举在即川普的侄女玛丽 也宣布要出书爆料川普家族秘姓 但却遭到川普弟弟罗伯特拦下 并向法院要求颁布临时出版禁令 获得法官同意 现在川普不只面临外患 家人也成为竞选之路的挑战 强人川普的下一步 全世界都在看 东西新闻 黄盛博 普世音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